这个男人怎么也死不了 准备吸汽车尾气自杀 但车子却打不着 准备在浴缸里垫死 但电线又不够长 好不容易接了根长线吧 一转身又把机器碰进浴缸 当场短路 随后他搬来梯子准备在路灯下上扬 梯子是灯掉了 但路灯却断了 他被送到了医院 男人打开窗户跳了下去 接着他又对上农药 一口闷了下去 他倒气 他走进游泳池 男人要疯了 到底怎么才能死 他拿起手枪对着脑袋 心想这回总没跑 可突然警报声响起 突然一看原来是楼上着火 而门里还有隐约的呼救声 他想反正自己都死不了 还不如进去救个人 于是他把遗书放在外面 然后冲进了火场 最终在消防队赶到之前 就出了一个女人 男人从没感到自己的生命如此有益 原来的他整片虚度光阴 对生活毫无兴趣 以至于他无数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男人取下自己的遗书一挡入罪 他再也不想死了